我国已经有不少地区,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了,很多人都为此忧心忡忡。 但实际上,对比起全球老人第一国来说,我国目前的老龄化,简直不值一提。 因为这里的老人比例,已经高到让人觉得有些惊奇了。 甚至各行各业,都依旧能够看到白花花头发的老人在工作。 而这个国家相信大家也非常的熟悉,那就是日本了。 目前这里的老人比例,已经达到了一个让人择舌的程度。 究竟有多高呢? 从资料来看,这个人口1.27亿的国家,目前有27%,也就是超四分之一的人口都是老人。 而且这个水准是指65岁以上老年人的。 也就是说,目前这个国家,有3557万的人是老年人了。 而且哪怕将这个年龄调整到70岁。 这里也依旧有20%的人口,达到了70岁的水平。 也就是全国五分之一的人,都已经超过了70岁。 如此多的老人,真的是多到让人择舌了。 所以似乎也正是因为这种情况。 目前,日本的有座城市,甚至已经开始打算以后不把70岁的老人称作为老人。 而且甚至并不止部分城市这样。 当地的老年学会,甚至已经将老年人的定义,设定为了75岁。 比起我国的标准60岁,以及国际标准65岁来说,已经是一个超龄的水平了。 更加让人惊讶的事实是,目前,日本90岁以上的人,要比我国90岁以上老人还多。 要知道我国的人口量级,可不是日本能够与之匹敌的。 这么一想当地之所以会有不把70岁老人称作老人的事情似乎也是正常的了。 因为比70岁大的人,还有很多很多。 更加让人惊叹的事情还在后头。 那就是这里的政府,甚至还在考虑,将雇佣年龄调整到65岁以上。 而且哪怕不推行这一政策。 当地正在就业工作的老人,也多达807万。 只是很多都是非正规的雇员罢了。 而这还没有算上那些自己开店的老人。 想象一下在这个国家里,不少职位看到的都是老人在工作。 不知道会不会让人有种很心酸的感觉呢? 但宇荣觉得,其实仔细想想,主要还是形势所迫吧。 毕竟目前老年人口的占比实在是太高了。 如果这些老年人都不愿意工作,那么日本的劳动力,估计会更加的短缺吧。 很多人都说,目前这里的老龄化,已经是不能挽救的事情了。 因为一年比一年要严重。 毕竟这里的生育率,目前也不是一个很高的水平。 甚至可以说是很低的一个水平。 16年的资料,仅有1.44在全球排在第180名。 而这其实已经是一个全球倒数的成绩了。 有专家表示,如果再过大概40年。 这里或许老人人口比例,会高达40%以上。 除去儿童的话。 也就是说全国大部分人口都是老年人。 到那时候或许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危机吧。 不过虽然说了这里这么多关于老龄化的问题。 但实际上,这里目前来看,还是蛮出色的一个国家。 不仅国民素质较高,而且其风景也非常不错。 深受我国游客的喜爱。 其文化底蕴,虽然可能比不上我国。 但也已经相当不错了。 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色。 也是很多游客,喜欢来到这里的原因之一。 整个国家由数千个小岛组成。 又因为曾经是我国的学生。 所以其国内文化,有很多都有中国文化的影子。 让游客在这里游览,不仅有一定的新鲜感,也会有一定的亲切感。 但亲切归亲切。 当你真正来到这里旅行,就能够发现这里其实老龄化挺明显的了。 处处都能见到老人在工作岗位上。 如果你们在这旅行的过程中,看到70岁的老人在工作可千万不要惊讶哦。 毕竟就像笔者前面提到的。 当地老年协会,已经将老年人的定义,设定到了75岁。 这么看来70岁可能都只能算是中年人了。 所以自然就变成正常也不用惊讶的事情了。